这次听说排练很辛苦啊 我在这里要说一下王龙 这个是真的 他在排练这一版的时候 因为我们推翻了六稿 有一次记得熬夜 我们是从演完初十点多 一直熬到第二天的中午十二点 对不对 然后你去回去休息 晚上你就起不来了 就上不来气 胸闷 因为大家判断 这个熬夜对身体特别不好 心机缺血 对吧 就是缓了三天才恢复正常 那个时候特别担心 但是王龙 我说你排练就别来呗 他一直坚持 他说不行我得去没事 因为我始终记得 从第二句开始的时候 就说那句话 就是导笑 我们是认真的 所以说我要对待这个舞台 谢谢王龙 认真的 这个熬夜 其实对身体损伤是最大的 所以以后再熬夜的时候 记得多喝点 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 漂亮 看看今天观众们 对你们的武装 一苏启儿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请 实时排名第二的小沈龙 到舞台上来 哥 怎么咱俩可以一起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一个是辽宁民间艺术团队 第一次参加复活赛 一个是小沈龙的 也是徐二人传的出身 对 他们又都是一家人 互相之间想说点什么呀 小沈龙 其实这么多年呢 我跟云鹏王龙 我们两个师兄 都是在一个场子里面演 演了五年 我从来都是二马 他俩从来都是轮着压轴 所以实力在我之上 然后从艺的时间也比我久 然后今天的表现也比我好 所以我觉得 今天最满意的答案 是我真心的 就是应该 因为我下去 哥 走到最后 代表我们这一伙人 加油 根据五金二的赛制 实时排名跌出前二的人 将被淘汰 小沈龙得票是58票 那么接下来 请公布周云鹏投票结果 我们先要恭喜周云鹏 王龙 暂时脱险 这个很遗憾 有什么要和我们大家讲的吗 我都演完了 五个作品 在这个舞台上呢 也是单人脱口 走得最长的一个 但希望呢 第六季我还能来 不管我 我从来比赛没拿过冠军 从来比赛没进过决赛 每次都是走一半 让人给干的 但是基本上每次呢 大伙都能记住 然后每次呢 到决赛的时候 让我出去热个场 每次热完场之后呢 还都能播得出 所以这次希望 我希望也是 很感谢这个舞台 感谢这批观众 让我们大放一彩 接下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我还来 我还带着我的团队 带着我们的作品 带着我们的真诚 让你们快乐 卯足劲地让你们笑 接着努力吧 希望第六季再能参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